Yo! What's up guys! 又是我阿雪 為大家帶來Dark Soul的遊戲失望 我們來到這個灰準湖 上次我們上一條影片 有攝觸過這個地方 很不幸地被整隻 整隻海龍獸堆壞了我們 我們不會氣餒 不死人就是這樣做 先說一下 灰準湖是第一集出現的地方 但第一集出現的時候 並不是這樣的 它不會紅泡泡 經常有些火屎飄飄共 它是一個更加灰的地方 其實樣子就像Dark Soul 1 一開始所說 天地初開的樣子 參天大樹 這些都算慘天的 對 這次我打算 因為我記得是那邊有人會射我 我就想辦法這樣衝過去 避開一些 戰同時 避開那隻超海龍獸 我 drop我 我去會射我 我自己去超海龍獸 ビッ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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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ッg 原來超海龍獸是不會連進這邊的 好像不是 先讓我們觀察一下 超海龍獸是不會打我們這邊的 霧門? 要看你的名字 要找個NPC來幫忙 先進去 快點進來 那隻NPC呢 難道那隻就是BOSS? 剛才看到那些有什麼分別嗎? 會出袖子 攻擊也很高 範圍攻擊 先進去 嘩 那隻NPC這麼廢 幫不了手 是不是我感覺到自己不行呢? 我這隻全方位噴火 我感覺不得了 嘩 是一個火圈 嘩 哪大又哪小 是一個很大細心的火圈 這個是一個 大哥不要這麼壞 我這麼辛苦才能衝過去 其實是不是不應該走這條路 我開始有另一個懷疑 會不會有什麼響射過來 NPC 卡路 發力 出來 老實說 這隻老王 Demon King 挺難打 嘩,這裡有隻Demon 我們又回來了 我這件MPC都幫不了手 我的攻擊力更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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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C,多頂一會 打開 滾牌 好啦,這個火火圈 好,破解到火火圈了 這個BOSS的打法有點頭緒 我們嘗試用一堆礦火的工具 這招我都想不到 今次BOSS 物理防禦反應不要緊 首先我們換個火礦性高的盾牌 盾牌的價格在哪裡? 最高的盾牌是多少? 我們的盾牌 7... FIRE 有沒有搞錯? 原來我們已經是火礦性最高的盾牌 好,龍蚊盾是火礦性最高 那3了 好,我不能接受 我們穿的已經是火礦性最高的盾牌 嘩,這些狂性這麼高 嘩,這些狂性這麼高 13.9 哈哈哈哈 這些應該是生活逼人 7.8 4.9 8.1 高到這樣? 8.1 一次 8.1 兩次 好,成交 呃 有沒有礦火戒指啊? maximum low也不要緊 看來沒什麼有用啊 加血啊 還有啊 唉,我想是這樣 防火道具 我記得是有碗小蟲的東西吃了可以防火的 雷 加點雷上去應該也有用啊 加火箱 加點雷 大家 沒錯 為藝術而犧牲我們 那就看一下膽打贏啦 呃 叫雷叔 是否怕兵啊 我開始想一個問題 還是在想一個問題 我開始想一個問題 是否 是 他不是怕 我忘記了我過來做 為了不死人的未來 我們唯有犧牲勝相 穿到這麼鬼樣 如果穿到這麼 穿到這麼也不行 那就是不糟了 犧牲勝相 穿到射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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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火爺 狂火爺 我修有嚇我一個 序火見 寬錯方向 會不會就這樣GG呢 怎麼會放毒呢 我去死了 嘩,什麼事啊? NPC,沒事吧? 又是這張無敵火圈圈? 難道我的火抗性低了? 先吃一粒藥 嘩,又...流星花園? 快點 嘩 什麼料子 嘩 這 PC 掛了不要緊 那 犧牲適相也算有價值 可以再犧牲適相一點嗎 這個聖女手 在哪裡呢 算了不要緊 大家這樣就不太理想 這條裙子 嘩 Sexy Baby 好了 多謝大家看我這條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就繼續深入探索這個地方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大家記得打這隻BOSS 穿完你的礦貨裝 穿到我這樣就對了好不好 那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 可以 我們下條影片